請問一下 你說您在台灣已經住了兩年的時間 這一次的這個反送中的這邊台灣的活動 你們是每一場都會參加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談談就是這一年來真的很大的變化你們的感覺 嗯 真的 最深的是 他們不講信任 承諾的都二十二年就傳避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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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到了一半 不到一半就 不承諾就變成了 是 我覺得他們合適 因為在國際上來好難度 國際上都有 我覺得他們就像不是認同 那至少他們也知道 什麼 那 那 既然自己做出的承諾 可以更深層 然後 還說是 可以實現 因為 這是一個國家 應該有的 磨合 還有認識的朋友就是 在這個活動裡面有受傷 或者是 那有在幫忙做 研究 或者是 讓他們能夠離開香港 還是 嗯 一開始 比較 我們比較離開 有用 因為我們在年紀成分 他們比較 比較 不能夠 就是 這麼接近 因為 至少 合了 那時候 我們是在台灣 但是 我們也在 努力的 看看 其他人 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那 現在 最基本的就是 像這種活動 我們盡量 猜 至少讓大家見到 讓香港的朋友 見到 我們在 台灣的香港 還是很激烈 我們還是跟他 比較好 我們會不會放棄 再相信 對 然後 所以 大概已經來 台灣多久了 在我們 專業行 好 那所以你們 像現在 香港啊 就是因為國安法 所以像 口號啊 其實都已經沒有辦法 再喊了 那你們今天看到 這樣子的場合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嗯 就很久違的 再一次看到 很多的 口號表 你可以講廣東話 因為聽的都是香港人 嗯 因為我會 就是好像聽到更多的 口號可以在街上 可以聽到 還有見到更多人 可以接受 叫我說 在香港來說 已經很難見到這麼多 嗯 可能見到 還有現在 只是限聚令 不夠高知英 沒有什麼人 真的出來 或者沒有辦法出來 所謂的 沒有辦法出來 說 出來走 這樣 你呢 你有什麼想講 沒有 謝謝 謝謝 現在最慘的是 我沒有地方做 我也是記住人 那我沒理由 那我沒理由 網友 現在最慘的是 我我沒有地方做 我還是記住人 我沒有理由 那我沒理由 那我沒理由 相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